二手楼市再度转向两极,连新界南丑屋苑及先有涉样的居屋,亦出现业主选手个案。 当中东冲居屋,余东苑有单位以495万元卖出,楼价三年多贬值21万元。 中原地产资深分区营业经理林入斌透露,余东苑本月交头加快,至今已录得9宗成交,较上月传月紧录两宗明显大增。 其中A座向东角低层15室,实用面积433方尺,原则开放式改一房间隔。 原业主已近乎平手价的518万元放盘于两个月,新近降至495万元。 中油上车客已以保地价承接,赤价11,432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因另有打算,故不惜涉样套现,以2018年8月已以保地价价516万元入市计算。 约三年账面洩21万元,贬值4.1%,沙田第一城同样有业主选手。 中原地产分区营业经理侯卫良指出,该屋苑41座低层A室,实用面积284方尺, 以防间隔,由原业主于2018年9月施资528万元买入。 刚以548万元沽出,赤价19,296元。 离场虽然账面赚20万元,3.8%,但计及开资料亏损约6.6万元。 事实上,除沙田第一城外,近期不伐其他蓝丑屋苑建血,当中荔枝各美夫新村由上月至今已连六四中选手交易。 粉岭高尔夫,御苑二手成交更在短短五天两度建血。 据消息人士透露,该屋苑七座中层J室,实用面积277方尺,开放式间隔,刚以448万元买出,赤价16,173元。 事次成交价对比原业主2017年一手入市金额443.022万元,略高4.98万元。 但扣除洗费了原业主营选手约12.79万元。